据说将水果和炸弹同时放进水中 引爆后就能喝到先炸的果汁 并且水果的外表并不会破坏 因为冲击波能在不改变水果形状的情况下 破坏细胞比 可这种做法真的可行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刘烟祖来到爆炸试验场 并决定在这里做个炸汁机 于是他们用防弹玻璃打造了一个水箱 而它三厘米的厚度足以承受手榴弹的爆炸 之后亚当王里面注满了清水 而吉米则把一根雷管固定在水箱的中央 只要线路中有微弱电流通过 雷管就能瞬间爆发3640胶耳的能量 本次他们先用西红柿进行测试 吉米先用速风膜将它包好 然后放置在水缸中距离雷管17.5厘米的位置 但这样真能保持外观完整的情况下 还能炸出鲜美的果汁吗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亚当在安全位置按下了引爆按钮 伴随着一声闷响 水缸被绷得跳了起来 从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爆炸产生了直径30公分的气泡 而西红柿虽然从外表看上去完好无损 但当吉米插入吸管时 它竟然真的吸出了美味的果汁 随后亚当用没被炸过的西红柿进行了对比 结果管子被吸扁也没有一滴果汁 显然爆炸确实能让水果炸出汁水的 而为了提高这种方式的榨汁产量 于是他们缩短了雷管与西红柿的距离 并且通过反复测试他们发现 当两者距离为3.8厘米时 在西红柿依然能保持完整的同时炸出来的果汁也是最多的 当然火药味也会更重一些 之后他们对炸出的果汁进行了测量 一个180克的西红柿最终能炸出60毫升的果汁 而专业榨汁机则能炸出120毫升 这就意味着榨汁效率还不足以应用到生活中 那如果将爆炸规模扩大1万倍 这个榨汁项目又会不会有王多余来投呢 于是他们来到了一处平静的湖边 并且将会用到多种瓜果蔬菜进行测试 两人首先将他们用网袋分开装好 由于本次实验的爆炸能量高达37兆焦2 威力相当于雷管的1万倍 这就导致无法推算最佳爆炸距离 所以他们把袋子绑在不同距离的浮标上 然后将每个袋子用间隔交错的方式悬挂在水下1.5米的位置 以此来对比不同距离下的榨汁效果 并且牌子上的数字则代表离爆炸点的距离 而9公斤的TNT则被放置在绳子的末端 可更大的爆炸是否能榨出更多的果汁呢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在安全位置按下了引爆按钮 3 2 1 劇烈的爆炸掀起了几十米高的水花 而在高速相机下可以看到更加壮观的一幕 爆炸的冲击波在水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周围扩散 然后不同方向反射回来的波撞击在一起 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壮观景象 之后他们将网袋打捞上岸 距离最近的两组袋子已经被炸飞 剩下的五组又能榨出多少果汁呢 从表面上看 瓜果依然保持了原有的形状 但解剖之后才发现 里面的果肉基本都已经软烂如泥 并且无论如何也吸不出一点果汁 为什么规模放大后就没有榨汁效果了呢 这是因为水箱实验中冲击波会被来回反射 从而对水果造成多次影响 所以小规模低当量的爆炸才是最理想的情况 那么大家会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榨果汁呢